大家好,我是圣灵桑律师,上海圣灵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际贸易及投资委员会召集人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另一则国际贸易当中的真实的合同诈骗案件 法国的进口商花大饼,骗取巨额的货物 法国的一个进口商,骗取江苏裔出口企业160余万美元的电子烟业 仅仅支付了几千美元 法国的进口商通过电商平台与供货商取得联系号 不断的驱逐欧盟电子烟市场非常巨大 并许落很快,占领欧盟的市场,帮助供货商获得巨额的财富 该进口商不断向中国供货商下订单,要求发货 供货商发货后要求其付款 该进口商以法国银行、白色销利地下等为由不付款 实在供货商吹得紧,通过西年或者银行支付数千美元 该进口商订单越来越大,在已经收到160余万美元货物后 恍正已通过银行汇款40万美元,要求供货商再发80余万美元的货物 在供货商发现40万美元货款迟迟不刀账的情况下 意识到已经遭遇撒骗了,才决定不再发货 供货商再向法国进口商要求付款 进口商就置之不理了 我们接受伟多后呢,进口初步的调查 法国进口商已经有片子的货物在法国开售的9家分店 另外,进口商的公司的主要成员有着不良的信用记录 之前,其经营管理的数价公司曾经无力偿还债务胜盈破产 我们委托法国当地的合作律师向进口商签罚律试涵 要求其支付付付钱的货款 该进口商完全不予理会 我们考虑向法国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请供货商提供相关的证据 然而,供货商仅能提供数百页的 与法国进口商Skype聊天的记录 双方居然没有签订任何的买卖合同 丁货带也非常的学义,非常不规范 另外,收货地点在第三国且不断的变化 货物的签收人身份也无法确定 法国合作律师在对中国的供货商提供了证据进行评估后 认为这样的证据到国道法院起诉 胜诉的概率非常小 建议到骗子所在地的警察部门报案 2014年,本律师陪到供货商 到法国当地报案 里昂附近的一个法国城市 2020年,骗子最终被定罪判刑 是实刑,但仅仅只有几个月而已 骗子宁可坐牢,不愿意退账 再次也以全部的转移 把中国的供货商属实惨错 这样的一个合同诈骗也对我们的一个教训和启示 一,出口商缺乏基本的风险的防范 于是公司老板很年轻 之前做外货是一帆风顺 急于拿到订单 让爆发分子有机可乘 而对于大额的教育 需要做,我们我国的这个外货的出口商 需要做基本的一个自信调查 第三,应收账款的数额 应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这是本律师要反过强调的一点 应收账款的金额如果过大 政党的客户也可能形成了一个怠念 获取外货定单不容易 但千万不要为了获取定单 或是及时轻收应收账款 让应收账款的金额 领及得越来越大 第四点 规范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养成保留证据的习惯 发生纠纷的时候 可以做到永居口商 向法院请出 也能提供基本的必须要证据 好,谢谢,谢谢收看